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家给我们很多美好而温馨的回忆 对 12年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成员就有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 所以我们生活的重心呢就全部转移到小家伙的身上 家里呢就摆满了他的儿童玩具呀图书啊 所以就让这个小家看起来特别的拥紧 因此我们这个小家的布局跟那个空间的改善迫在媒介 我们希望设计师在保证我们原有出谱空间的功能的同时 能够让我们住得更加舒适 这是我们对设计师最大的期望 设计师拜托啦 住在楼下的黄笋光 杨丽一家和楼上的户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杨丽家里有两个女儿 是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 杨丽家的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 家里看起来轰轰荡荡的 可是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摆放家具 孩子们平时喜欢在窗台上面玩 所以呢我就希望在这里能加一个小小的书柜 增加一下书本的收纳和月子之间 窗台上这个小家的改造 对我们也是个不小的挑战 让空间依然宽敞而温馨是我的希望 同样的户型 但是两边选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边呢是希望要多的储物空间 一边呢是希望有大的活动空间 那我想我们的设计师根据两边选手不同的要求 那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侧重点应该是有所不同的 接下来就认识一下我们深圳的两位设计师 接到张海霞家客厅改造任务的是设计师汪胜 设设计师汪胜从业经历十年 本来学习服装设计的汪胜对于空间设计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认为所有设计都是相通的 服装设计是为了美化人体 它是将服饰和人体巧妙地组合起来 展示人体之美 空间设计则是人体更大的衣服 我时常游走在两个领域的设计之中 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 与不同之处 寻找更多灵感 让住在空间里的人能够更加舒服自在 本着这样的心态 做事严谨认真的设计师汪胜 这一次会给张海霞家的客厅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您好 我是交换空间的委派设计师汪胜 你好 这个就是这次要改造的空间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 那你们现在对这个现有的空间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主要是因为我们家的杂物特别多 自己也喜欢买 然后小孩子的东西也特别多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柜子 但是每一个柜子都像现在这个柜子一样 塞得满满的 所以我们对储物的需求特别大 希望你们在储物空间上多做一些考虑 在这20平米的空间 你们的柜子已经够多了 难道还要储物空间吗 对呀 我们的柜子必须得保留 希望还能增加一些 那是相当有难度 那对于其他的功能方面 还有什么样的需求 我们现在的那个餐厅区是没有的 我们吃饭都在我们的茶几上吃 所以我们希望能有增加餐厅区了 然后我们在家办公的时候 有时候用的电脑 然后工作的区域其实也没有 现在二四平米的空间 你们需要有会客的区域 还有餐厅 还有你们工作的地方 还有小孩子游乐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储物空间还不能减少 这个难度相当大 负责给杨丽家改造的是设计师刘毅 设计师刘毅对于美有着极致的追求 多年设计经验的基电 让她的设计更注重细节 认真推敲每一件家具 每一件饰品的应用 这让她的设计充满了人情味 刘毅这样一位 你好 你好 能来带你们家两个小宝贝吗 对对 爱的女儿 爱的女儿 太棒了 这些就给你们的肩发喜欢吗 对 阿姨太喜欢了 哎呦 好宝贝 好可爱 这个就是你们要改造的空间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改造一下 你看我这个 现在墙壁迫数比较严重 所以我就希望重新涂刷一下 还有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这个参作 看起来就不够大气好像 不过好像参作是一个家的 很重要的一个白色 一个实用的这样的 非常实用的一个 所以我就希望做一个参作的白色 这样的 那好 那我再看一下 但我就觉得你们家很空 也没摆什么 是吧 对 因为我们确实 是因为有两个孩子 我们也不知道要那个摆些什么家具 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活动空间比较大一点 哦 好好好 这是我的茶 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为了表示我们真诚的欢迎 那么我们能为大家准备了各2万元的加装基金 以及各1万元的家电基金 希望两位设计师四位选手能够把这些钱都花在造日上 好吗 48小时 倒计时 开始 蓝队设计师要在上万种窗帘中挑选出众意的设计 真是难度不小 哇 王总 这边准备太多了 看着眼花缭乱了 对 这个我挑了一些这种蓝色的容料 然后呢 品种是非常多 你们看它怎么样 这个蓝色一看有成千上百种 这实在我不太专业 实在不会跳啊 红队焦点呢 我想以这个蓝色系为主 这是它的主菜 另外呢 我还挑了一个这种偏黄色 稍微微新一点的 偏点金色的调子 那么两个做一个搭配 做一个双色的窗帘 可是这两个颜色看起来很不搭配啊 非常搭配 因为呢 它们是一个互补色 那么不是常规你们所理解 像近视色呀 内视色呀 它们就搭配 实际上有时候互补色 甚至是对比色 在视觉上看起来是更加舒服的 所以这一次红队焦点呢 因为它们加的这个调子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窗帘的主部呢 我想有一些深蓝色去压一下 那么有在它的这个前面呢 我可能搭了一块这个卵色系的 那个偏米黄色种调子 来做一个配色 你看 这个就是喝过的饮料瓶 然后我们就缠上麻绳 真的给它改造得很漂亮了 装上的雷尸再缠上麻绳 你来缠 来 缠到瓶口 就缠到瓶口 然后系上 你来帮它起个蝴蝶结 行吗 好的 嗯 当主空间很拥挤 或者是小空间中 我们出现一个壶瓶 那个锅里瓶的时候 它就会显得有点呼吸感 这个瓶子一上去看 不是一样吗 是啊 你看这个就是个咸菜瓶 然后我们就缠个麻绳 因为他们家装机的风格是个很多风格 其实呢在生活中 我们只要想一双花心美的眼睛 也不是说东西有多贵 最贵的是我们最后美的创意 而且在改造的过程中呢 你也会非常有很多的乐趣在里面 是不是 很像就像是这样的 我们喝过的饮料瓶 一改造完了之后 再擦擦一小时花 装扮你的餐桌 对吧 挺不错的 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在茶几上 是啊 还可以放到书架 有很多无限的想象 是吧 这样的 就是利用 对对对 正式开工之前呢 我想跟电视机训练的观众朋友说 您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摇一摇 参与互动 迎加装好礼 感谢本栏目新媒体 互动合作伙伴雨红防水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觉得王胜设计师 看起来非常的沉稳 也非常大气 所以我对他还蛮有信心的 我相信他一定能帮我们设计的很好 但是听他的意思 我们的柜子对他挑战很大 他会不会把我们柜子拆了啊 这是我很担心的 正如海霞和邓强所担心的 自己家最想保留的柜子 已经被设计师打刀过斧地给拆了 柜子不拆是不可能的 业主的担心是对的 现场的柜子 以及家具的颜色 都是非常突兀 其实在设计上来说 我们都会有所改动 但是我们会充分考虑到 他们储物空间的这一个量 那么这一次的设计主题呢 我想以风情北欧的这个路线来做 整体的色调还是以浅色性 白色来为主 打造一个舒适 自然 温馨的一个小家 设计师会为蓝队 做出怎样的储物空间呢 红队的改造 首先是修复受损严重的墙面 首先为什么能选择 归掌尼这个材料 因为它有吸湿防潮的功能 设计师看上去挺会穿衣打扮的 平常装饰也挺多的 我都觉得它应该会装得很花哨 但是我看这墙很树啊 感觉好像水壁墙一样 你觉得感觉是不是不整地啊 对啊 这么灰亮的颜色 我觉得我都有点怀疑效果了 不知道设计师想干什么 归掌尼刚上墙面的感觉 刚上前面它有一种深水泥色 等到全部干透的时候呢 它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色彩 是浅暖灰色 所以呢另外它们看到的呢 只是一个单单的局部 等我的软装跟家具都上了的时候呢 它们会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所以它们有这种担心 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哎呀 关公 这墙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怎么搞的 这我们背景墙 柜子全都没了 对呀 蒙公 你看这一块大白板 既不美观又不实用 关键是储物空间也少了 柜子拆的是非常对的 因为原先那个柜子呢 从一进门就看得到 第二个呢 颜色也是一个土黄色 所以呢 在视觉上来说非常的碍眼 所以这个柜子是非差不可 那么这个白板呢 你们不要小看它 后面还有一个惊喜 就让你们亲自动回落 红队的施工进行的有条不紊 柜子刚上球的时候 看起来黑落乎的 我还挺担心这个效果的 但是现在进了一点配色 我觉得立马就有一些不一样了 而且配色还没有进全呢 就已经感觉不一样了 是啊 空间的搭配非常非常的神奇 当我拿到一个晃汉的时候 我就把这整个的空间 当作一幅画来做 那么它的墙面呢 我就相当于是我们画里的 一个画部来着 然后空间中的家居啊 窗帘啊这些 我是还有这些饰品啊 我让他们在空间中 是唱主角的 如果墙面我做的太强了 或是怎么样之后呢 或者复杂了之后 我的家居就没法 软灯就没法唱了 这个柜子我非常喜欢 看来王公在这储物空间方面 下了很多心思啊 你看这个储物空间非常没有减少 我感觉还增加了不少 怎么样 你们俩在聊什么 柜子装的怎么样 欢迎验收 啊还不错 你们现在还有顾忌吗 现在这个柜子的储物空间怎么样感觉 确实很漂亮也很美 比之前的那个背景墙的那个柜子要好看很多 嗯这个柜子呢 其实我们是有充分考虑的 从这个储物空空间来说呢 比原来大了很多 第二个色调我们用的是白色系 因为它这个客厅呢 是比较小的一个客厅 然后为什么在这里留了一个空档呢 其实就是放沙发的位置 那么其实人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时候是注意在前方的 那两边的这个注意力一般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们这个柜子特地 从电视柜这边移到沙发这边 这就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个用意 哎海峡 你看我这个套整漂亮不 漂亮啊有一条雷斯宾 当然这条雷斯宾特征会看 这条雷斯宾特征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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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不买不着 对这才是我的创意 不错吧 你看你刚才装的抱枕 你拿过来 看当中我这个抱枕有什么不同 我踮一下 踮一下就多一些 哎呦好重哎 因为我这个重 当然了 我这里边是有很大的秘密哦 你瞄都瞄不到 来给你瞅一瞅 这里边有个位置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这个沙发呢 我是当一个单人床 可以那个用的 所以呢我生活中呢 我经常有时候 那个躺在沙发上 累了看看电视困的时候 这个时候空调开着又挺凉 想起床拿着又很烂 有的时候我就想动 就想背 背动 应可动 也不想起床 这样的 然后呢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把沙发抱着里面 放了一个被子 这个时候我碰的时候 就可以伸个手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垫垫了 怎么样不错吧 穿棉 灯 地盘 那我们看下这个石头 全部换成了 是啊 你看这沙发颜色 多漂亮啊 哦 真面子我很喜欢 是啊 哎 哦 回来了啊 哇 看一下这个画 这部画好抽象啊 这是一个抽象艺术 现代的这种画法的一个蝙蝠侠 那么它的色调呢 也是一个以蓝色为主的 灰蓝色为主的这种 一个画作 一个油画 这幅画是放在沙发背后的 这么卡通 这么抽象的话 放儿童房挺好的 放在客厅跟整体能搭配吗 那这幅画呢 就是突出表现了 小孩子对父亲的这种崇拜 所以它用在这个客厅里面 是再合适不过的 然后能表现出 他们家里的这种趣味性 正好又是这一次 灰蓝色的一个主色调 做搭配 我们挑的窗帘 就是一个灰蓝色的主色调 那么还有一些这种 淡淡的金色米黄色 做一个搭配 是最合适不过的 花店到了 我们去选花 好啊 我喜欢选花 她们带我来干嘛呀 带你过来学呀 对呀 其实鲜花搭配呢 跟整个空间配色 这还是大小学问的 她们家这次的空间用色呢 我主要是用的 暖灰色和白色相间 所以呢 我就选淡粉色的玫瑰来渗透呢 整个空间会把空间显得呢 更加温馨 哦 期待 其实呢 这鲜花呢 你可以这样的 我们这回呢 是要把玫瑰夹在中间 放到中间 用这个雷丝呢 围绕着它 这么包起来 你看我怎么样 不错了 可以 不错不错 这是第一次做 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 好 来来来来 我体验一下 哇 太舒服了 王公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位置 平时我想想 小孩还可以在这里涂涂压 这边还有更漂亮的 你看 再放回到家 可以歇一下 这一看 方万绿油的景色 所有的疲惫 都一扫而光了 而且你看 想不到这个 黄色和蓝色的窗帘 搭配的如此完美 对了 你们现在看到 这个窗帘的效果了 开始还比较担心 两个颜色在一块 会不会很难看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互补色 放在一起 看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这个书台也是一样 跟这个窗帘的主色调 是非常呼应的 那么这个工作区呢 其实是大人和小孩 都可以 共同来操 来学习 来生活的 那么小孩子 可以写写作业啊 大人的工作啊 可以在这里有一个记录 上面还有一块 这个水冲板 是专门记录 这个工作的过程 所以这个区域呢 是特地为他们家里 打造的一个比较舒适的 一个小小的角落 刘总 我们做的窗台 可是说好了 要做一个阅读空间 和小书桌的 您给我们做了吗 您看看 我这个窗台改的怎么样 对不错 我觉得 而我知道这个 这一面的那个 是一个小买版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一面 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是干嘛 虽然这个纹理 我挺喜欢 这个是一个展示区 它是一个软木板 就是两个小宝贝 在这玩耍的时候呢 一个可以在这边放画 另一个呢 可以在这扎他的 平时的展的小作品 比如说脚状啊 还有画的画的画 把它展示上去 调一下 这还一个秘密 对对对 这个呢 可以呢 平时呢 这个小折叠 对 它平时呢 可以当 小朋友在这种 可以呢 在这看书学习 临时当看书学习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功能 它还有一个功能呢 还有啊 就是你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摆放 一个沙发的位置 对对对 那么它还可以当沙发的 脚体流 做了吧 对呀 放一杯咖啡 放杯茶 或者放本丘 这样的都不错吧 刘逸的窗台改造 会不会让蓝队选手满意呢 当初我们来到大罗山 看到石足村这个地方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绕过这个大石头 后面隐藏了三间石头房 所以我们就给它起名 叫三房 原来它是一个民居 原来它是一个民居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民居 改造成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 一个第二居所 大家好 我是建筑师方成光 在这个石头房里面 我们保留了很多原来的物件 包括一些生活的功能 比方说这个灶台 这就是原来这户人家 他们烧饭用的这个灶台 然后呢 这后面的这个楼梯空间呢 也是原来的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表面上 刷了一些白色的油漆 大家看到这个空间里面 大部分墙面都是石头垒的 那么就是当时的一些石架 把这山上的石头踩过来 打成这个石块 造的这个房子 包括它的这个楼板 整个楼板都是大石头 我们收藏了很多的旧家具 那么比方说 比如这个老的储物柜 它就是厨房里面用的 这些旧家具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 很多情感的回忆 唤起了小时候的这种记忆 这个空间是原来的客厅 让我们保留了主要的结构 增添了一些家具 作为装饰 比方说这个落地的镜子 那么它能够反射户外的这个空间 能够把外面的这个园林的景观 的景借到我们这个室内空间来 包括我们选用了各式各样的椅子 有工业的 有东方的 有原木的 包括还有法式的 这样呢 充满了现代气息 原来的客厅 餐厅 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 我们为了能够让这个空间更加的灵动 把原来的门槛石 移到了院子这边 那么这样的空间呢 显得更加的开放和自由 我们在这个外廊的这部分 运用了碳化木 做了高的落地窗 能够把院子的景色 更好的借到这个室内空间 让室内空间跟院子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们还有一个概念 就希望用一些回收的材料 比方说 我们的地面用的是回收的旧地板 户外的院子呢 用的是回收的青砖 这样能够更好的跟这个 原来的石头房融在一起 在楼上有三间客房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原始的石头墙 那么在改造这个房间的时候呢 尽量希望这个空间简洁 那么里面还有一个嵌路式的浴缸 这样就能够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房间里面的洗漱台也很有特色 我们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设计 而是选购了一张木工桌 这张桌子大家看到 就感觉很质朴 我们希望在里面的家具和洗漱用品的 这个组合上 能够做到这个一个很自然的 和现代的一些家具产品结合的这种感觉 我们保留了原来的一个露台 那么这个露台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它的栏杆 是原来用混凝土胶筑的一个栏杆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大的落地窗 在每个房间里面呢 我们都改了一个天窗 这样在室内的这个采光会更充足了 那么躺在这个床上 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非常的舒服 老房子的改造 让我在里面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特别是这些老的石头 梁 包括旧砖旧网 这些旧材料的保留 让我感受到了从前的一些记忆 在这个老房子里面 其实它是充满了三个跨时空的一个氛围 有过去 现在 和未来 接下来是旧物改造的命题时间 两边的选手家里都有小孩 小孩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比较的淘气 经常会把家里的一些东西 就破坏掉了 无意中就破坏掉了 而且有小孩的家庭呢 照片就比较多 那么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啪一下 把这个镜框的那个玻璃就给打碎了 或者是后面的顶板呢 就被折坏了 那像这样的一些镜框 我们觉得扔了其实很可惜 所以今天呢 我们旧物改造的命题呢 咱们就改造旧的镜框 你老公 你说这个镜框能改什么 这 改不了啊 只能做柴火呀 不能啊 老公 这柴火一烧不就没了吗 可是就这么个框 它能做什么呢 我设计的这个耳环展示架呢 它的制作很简单 就是用这个旧项框 然后再用这个旧的泡沫 简层跟项框一样的大小 然后再用我们家的这个旧窗帘 简层和项框一样大小 也是选最漂亮的那个地方 然后把它镶到项框里面 就成了这个耳环展示架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做吧 对于旧项框的改造 蓝队一筹莫展没有头绪 红队却马上有了创意 他们准备用旧项框 做首饰展示架 蓝队经过反复实验 决定用旧项框 做出漂亮的盆栽 两队选手都忙得不亦乐乎 怎么样 我的旧项框改造就完成了 这个放在我的树双台旁边 又好看又实用 你看大功告成了 你看怎么样 老公确实很漂亮哦 你看我挑选的是这种 多肉类的 还有石壶类的植物 还有特点它是特别耐寒 生命力很强 一个月浇一次水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水分 把这个象光腐蚀损烂了 好了我们这种改造的作品呢 红蓝两队的选手已经完成了 先来看一下蓝队的作品 蓝队呢保留了相框的这个大的弦啊 但是前面呢 它功能给改了 它变成了一个壁挂式的花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这里面呢放的并不是土 而是一种像木屑一样的东西 用金属丝呢给它做了这个固定 然后呢种的是石壶花 如果需要浇水的时候呢 就往里噴一点水就可以了 放在桌子上 也不会漏水 没有问题的啊 非常的漂亮 这是蓝队的作品 再来看红队的作品 红队的女选手呢 是一位爱美的妈妈 她有很多的耳环 所以呢她就把这个镜矿 做成了一个耳环的展示的一个工具 不光是有展示它呢 还有收纳 这样一放呢 既美观又方便找 所以呢就是红队的作品 您更喜欢这个植物的摆件 还是更喜欢这个耳环的展示架呢 石壶花的立体花盆 恭喜恭喜 这个我觉得其实你们做的也很好 但是他们这个有点出其不意 对吧 就是因为现在你会看到 有一些公共空间 会有那种植物墙 就类似是这个思路的 对 我也挺喜欢的 也挺喜欢的 送给你 这我说了不送 来给你们 好 有一套大的工具 谢谢 然后你们的创意也非常好 也有一套工具 谢谢 客气 好嘞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稍微休息 一小会儿马上就收房 这边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改造的主题我定义为风情北欧 那在原有空间的格局上是不好做太大的改动 原先它的沙发区和窗台这个位置都不好做改变 所以这一次在结构上来说 我们把原有比较老气的这种一个电视墙 满面的电视墙把它对称到了沙发背景这边 那色调上也有原有的这个黄色 土黄色到现在的清新亮丽的白色系 在实用的实际的功能上 我们增加了餐厅区 工作区以及小孩的娱乐区 使这个客厅空间更加的丰富多产 我认为这次设计的亮点很多 无论从硬装到软装的搭配都非常的紧张 我相信红队长业主会很喜欢我们设计 有点紧张就对了 没回来看过吗 没有 确实没回来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那就太好了 特别喜欢你们这样的选手 信守承诺的 那在揭开他们俩的眼罩之前 那电视机前呢 您可以拿起手机 摇一摇参与互动 赢家庄好礼 感谢本栏目新媒体互动合作伙伴 雨空防水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你们当时说了 要大量的储物空间 对吧 家里有一个儿子 男宝宝很淘气 东西也多 对吧 特别说了 电视墙所在的那一面柜子 那一面墙的柜子不要拆 对吧 对 有交代 有这个要求 别的我不知道 我只是进来一看 那个柜子 连一块板都没有了 全拆了 哎呀 更难道了 更难道了 好了 那我们就看吧 风情北欧 三 二 一 哇 颜色我好喜欢 蓝家黄的对撞 櫃子 櫃子 櫃子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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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改这 好漂亮 好漂亮 我喜欢 颜色是我喜欢的 以前你们家是那种木色的 是吧 对对对 有没有不显得稍微有点收缩感 不显小一点 不不显 也不显得更夸音的感觉 我就是说白色显得更大一点 对啊 以前的颜色有点收缩感 对 相比来说 对 相对来说 这个感觉空间好像更大 大一点 对对对 把那边的柜子都拆了 然后把这边呢 变成了一个储物空间 像一个马蹄形式的 这种 这些柜子都是有效的 它的健身都是非常好使的 对 无论你是放书 还是放孩子的东西 还是放大人的东西 还是放储物箱 对 都可以 这个很好 这是顶天立地的 对 一二三 这四组 上面呢还有一二三组 然后那边呢是书柜 对 这个好下下 那边 书柜 孩子几岁了 四岁 四岁 那也已经上幼儿园了 对吧 对 也有的时候会做点小手工啊 什么的 那就是一个学习区 我们就下一个学习 对 很好 这个位置也很好 这里 这里呢是做出来了一个休闲区 小孩可以在这玩的 对 可以的 甚至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在这里躺着 也都躺着下 搂着他 对对对 亲子时光 这上面也很卡通 小孩也喜欢的 黄色 这是沙莲了 那么黄色加蓝色呢 你们加了这个对照 就是用黄加蓝对出 撞出来的 嗯 你会发现 比如 蓝色的 蓝花的烤包 加黄色的烤包 嗯 是吧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 一个城堡 嗯 是关于哪一个著名的 蝙蝠侠 对了 中间是蝙蝠侠 蝙蝠侠 蝙蝠侠所居住的城市叫高潭市 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背景 其实就是高潭市的那么一个 血液的东西吧 我儿子肯定喜欢 对啊 蓝花 好像他有点像一个机器人 哪个机器人 我觉得中间一个蓝的好 哦 蓝的也有点像 对对对对 总之就是很机械 就是很工业化的感觉 是吧 嗯 像小家的感觉 好像艺术感觉 因为他当时就是想吃男孩子 所以呢 就往这个硬朗上去做了嘛 嗯 但是又不失同趣 对对对对 中间那个小蝙蝠侠 对中间是面图虾了 对对 然后为了点庭呢 所谓宫行北欧嘛 那在这里呢 就给你做了那么一个 你可以看到那 ferry 啊 它是 因为北欧的代表啊 就是做了一点点 小小的点提的地方 这个很好 就是以前的 我们这个桥是空白的 什么都没有 柜子 你以前是柜子 中间有一点点白 背景 没有背景 对 来 我们再来看看 大体量的储物 哇 这边还有这么多储物 这是你以前的柜子 只不过改了颜色 换了柜门 就是柜体 是你以前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 是吧 这个给你喷白了 里面没喷 外面喷了 换了这个扶手 然后呢 这里加了门 这加了门 这样整齐 对对对 要不然你放什么东西 就乱糟糟的 好 那么这底下呢 是新的了 这底下就是新的 有两个大抽屉 有两个大柜子 嗯 哇 这足够了 然后等于说 连成一体 这边做出来 几个三角形的 比如放雨伞 对对 换个小型的 小小盘子 放这儿个药 什么什么的 都可以 嗯 还有花瓶 并且这个灯光 我觉得挺不错 对呀 这个角落里面 给了一点灯光 是 要不然这块会很暗的 就是个死角 是 那设计师的设计想法 无处不在 黄色的花 加蓝色的花瓶 最好 黄加蓝的对撞 嗯 好 如果你知道了一点 这种信息了之后 坐起来就特别得心应手 来我们坐下 聊一聊 好 哎呀 你们家平常来客人多吗 啊 难多的 难多的 小孩子的一些 家长朋友啊 都会来 都会来 我们再来找一点挖掘的空间 你俩起来 爸爸帮我把这两个小茶几拿走 妈妈拿那个小的 好 看一下啊 还有什么 还有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扯变的 它变成一个L型的 爸爸在拉 好 拉到头 再拉这个环 对 这是一个床 这是一个单人床 我不再掩饰了 如果还需要让它变得更大 把这个后背放下去 还得往后靠 它就变成了一个两米的 我们就一直想要一个 特短的双人床 睡觉的地方 对吧 有时候客人很多 对 客人多到不一定都留宿 但有的时候 万一要需要留宿的 亲戚啊 朋友啊 来了之后 咱也有地方住啊 对对对 对吧 我这个 这个最喜欢了 对 你们当时提的要求并不多 主要还是就储物 对吧 储物和那个功能的区域 给它区分一下 对对对对 但现在功能区分到 没怎么区分 就是餐桌房这里了 对对对 我们以前很有餐桌 我知道 这个也很好 很小巧 是我喜欢的那种尺寸 对对 那个设计师真的 没让我们失望 很喜欢 很喜欢 对 最上面还有这个 我们家宝贝特别喜欢气球 所有的小孩都喜欢气球 特别喜欢气球 就是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呢 还是要把这个 就是情趣 小的孩子的童心啊 情趣啊 包括大人的一些东西 给它做到 要不然会显得这个房子 像办公室 不像家 对 我们以前就是 存在一个居住的环境 好像就没有一点 那么情调的感觉 对 像小气球啊 像这些小摆件啊 等等的 我都觉得是空间里面 就是说必不可少的 你有了这些东西呢 就会觉得这个空间 是非常柔软的 是易于人接受 和愿意待在这儿的 那种感觉 生动的 对 好了 满意吗 满意 非常满意 满足了你们储物的需求 满足了功能的划分 对 附赠了学习区 还有双人床 大人床 对 好惊喜 对 对 对 做出我们的那个期望 超时预计啊 是 太爱那个王胜了 咱们去蓝队家 好 好吗 好 走 这个项目的设计风格 我主要采用了北欧设计风格 主色调呢 运用了简单的灰色与白色 整个空间的饰品呢 大多都是由我亲手制作的 墙上的这幅画呢 也是我为孩子们画的 还为孩子们画的两个可爱的娃娃 送给他们 希望给他们的童年带来美好的回忆 让整个空间充满快乐与幸福 那我们就看吧 闲话少许 名字叫小镇上的家 三 二 一 哇 这是我们家吗 太漂亮了 看清楚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啊 这个位置 这个书柜 这个窗台是我一直期望的 这里能有个小小的书柜 然后让孩子能在这个区域看看书 然后玩一下 现在梦想成真了 你坐一下 我给你讲讲这个位置 这个呢 跟他们家的那个飘舱非常的像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书柜呢 是设计师呢 专门定做的 然后他做了一个特殊的设计 就是这个 对 这个 这个是可以收起来的 你看这底下放进去之后 哎 然后好像一收 底下没有到位 哎 小心腿啊 就可以了 那你要把它拿起来 太喜欢了 把它抬起来呢 它就是一个手工操作台 小学习台 另外还是这个沙发的边基 你要在这儿吃个水果呀 喝口水呀 这个简易书桌也很好 简易书桌 没问题 对 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呢 爸爸怎么都愣在这里了 来来来 到这儿来 这里呢 是一个 楼上是那种软木的 你们家这个是欧松版的 异曲同工 这也可以往上扎这种小尖尖的针 黄小熙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 这是什么 舞蹈学院 跳舞 对对对 我们家孩子可喜欢跳舞了 怪不得这儿有这个舞鞋呢 这是她的舞鞋吗 还是这里是法 太有心了 我之前就跟她提了一下 我说我们家女儿很爱跳舞 哦 这两幅画都是跳芭蕾的小女孩 对对对 对对 我想我们家小孩一定会很喜欢这一幅画 她看到这三组 她应该会挺开心的 我也挺开心 哦 这边呢 还有一个白板 你们不是还有二宝宝吗 对 二宝宝四岁 对吧 对对对 阿娜四岁 那写写画画免不了的 这上面随便写随便画 然后擦掉就好了 这个事情太贴心了 你看我们在右风担心 小孩在墙上涂鸦了 对对 告诉他可以在这里画就行了 你们家以前这个墙面非常潮 是吧 还要皮儿 南方天祭 对特别潮 其实我们那个墙去年已经刷过一次了 但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一潮 然后全掉皮 掉皮了 那是原来刷的时候跟底层的处理啊 有关系 底层没有处理好 所以呢就会 就两个不在一个膨胀率上 它就它就起皮了 所以现在东西做了底层的处理之后 都用了硅枣泥 你来摸一下这个 硅枣泥它是 首先它环保 第二呢 它可以吸附水分 它防潮 这个太好了 防潮防霉的 这个真的 特别设计师特别用心 真的很好 我跟你讲 设计师它用心的地方还在 你们家随处都可以看到 它自己的手工制作 我拿这个花瓶啊 现在是一个普通的三奶瓶 然后呢 这个花边其实是纯棉的 非常好的这种花边 是它缝上去沾上去的 然后又加了这个小绳子 打了蝴蝶结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花 就变成了一个一组百件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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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这个小店 也是它特意选来 然后呢 这两个娃娃 是它特意画的 因为你们家有两个女宝宝 对对对 再比如说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买来的茶几 但是呢 为了讲求空间的高度统一 所以呢 它就把这个玻璃板里面 压了灰色的布 再加了这个花边 太漂亮了 还有像这样的 靠包上的花边 都是自己缝上去的 都是它缝的 它很用心啊 你看这后面 四个背景的靠包 其中有一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可以做收纳 它的不一样之处 在于这是一条小被子 如果你想在这小睡一会儿的话 又怕着凉 你就随便 把这个靠包拿过来 拿出来 盖在身上 这个设置太暖心了 这个真的很温暖 这个是非常好 这个很少有人会这么处理 一个靠包的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看 那我最喜欢 最喜欢这个餐桌了 回到家里吃饭 特有感觉 有感觉了 这就像一个餐编柜一样了 上面可以放一些 这个锅碗条 锅就算了 碗条 碗呀 盆 盆之类的 下面是放杯子的 然后呢 这个也是设计师 把这个台灯给改造了 这些都是她自己 后来手工加上的 这个我女儿绝对喜欢 雷丝编 对 就考虑到你家有两个女宝宝 所以用了很多花编 是不是有点对爸爸不公平呢 也不会 也不会啊 我觉得这整个房屋的这个配置 配饰 因为感觉特温馨 特温暖 太好了 你们当时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 说了希望能够多有一些孩子活动的空间 对对对 已经你家是两个孩子嘛 对 那么这个餐桌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大 看起来好像是有点 因为我们家之前是用了折叠式的 折叠式的 而且这个边角小孩可能跑 可能容易碰到 是吧 是 现在呢 她给做了很繁复的就是 很多的装饰吧 就是这么说 还可以变那么小 还也可以 对 也是一个折叠的 也是一个折叠的 可折叠 不用拿那个了 这就够了 你看 这底下 来 合吧 跟你们家以前那个结构有点像 对 定了吗 好 可以 这样放下来 那边也是一样的 那边也可以 那么折完了之后 它只有这么宽 这样好多 只有这么宽 就跟你们家以前的 你们家以前那个折完了也这么宽 对对对 然后呢 折完了之后 它不是就拉倒了 它是这有储物的 这是有收纳的 可以 这就是折完的宽度 基本上是折完的宽度 这个这个挺好的 可以挺好的 这个方法牙签啊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有点储物空间的这个感觉 有点功能 然后呢 这边的柜子 你们应该很熟悉 就是以前的柜子 对 就是变颜色了 变成白色的了 嗯 好了 好了 还有一个位置 啊 对对对 你说吧 嗯 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我希望 因为之前我们家这个洗手间的门啊 很明显 一直就对着这个窗桌 我就不太喜欢 所以现在我一看 这个地方真的给我好大惊喜 哦 就是加了个帘子哈 对 跟窗帘是同样的布料的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吗 原来你这个是透玻璃 现在变成了毛玻璃 磨砂玻璃 磨砂玻璃 这是里面是那个厨房 对吧 厨房有的时候难免呢 会稍微的 它不那么漂亮 因为厨房是一个功能性的地方 有的时候难免还会有点杂乱 对对 所以呢 把它蒙上一层膜 这样很好 脸不见失不凡 对 这也是我期待的 我一直就是想换这个玻璃 我觉得我们家设计师满足了我所有所有的需求 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确实是从这个人们关怀 还有实用 简洁的出发 每一处的设计都很贴合我们这个家庭的需求 每一处的这个摆设都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暖心 太好了 特别的实在 就做到心坎里去了 对对对 设计师超级用心 感谢感谢感谢 太好了 那我们就请出设计师 请出红队的选手 好吧 来来来 太喜欢了 我还给你那个门后边发了个镜 我看到了 出门的时候可以整理一下 谢谢 太喜欢了 太感谢了 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今天特别特别的巧 今天是我们姐妹花当中的姐姐八岁生日 黄小西你八岁了是吗 是 今天你过生日 来我们喊 三二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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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油我生日快乐 我加油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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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帅录音乐 我 raj pour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空间魔术师 善于挖掘空间的性格内涵 家是一个用来居住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个性的需求 他关注居室健康 希望设计能成为一个家庭爱的容器 娇艳的鲜花 树木的机理 云朵的形状 都会成为我敏感的来源 两位实力派设计师全力以赴 挑战小户型装修 48小时里 他们用智慧证明 设计可以改变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